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有的兔家当地的兔 所以我喜欢早起 早晨的世界很安静也很慢 我可以不用走那么快 也可以做一些没有用 缺陷生活的事情 最近开始在早晨说英语了 线下的英语课 因为时间原因其实没有去几次 一线城市的时间成本 还是很高 所以还是回到了线上 有时候六点起来 找外交聊个天 或者睡前 二十分钟聊一聊 有时候中午吃完午饭也说一说 这样没有负担的学习 轻松和有意思许多 你好 你好 你没有走错频道 外交去过韩国 我们在交流韩语 哇哇 他没有时间 你是没有英雅 带你给哟 你喜欢韩国文化吗 虽然口音磕磕绊绊 但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之前一位朋友 因为我不好意思 就说中国人语一差 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说 我想也是 我说普通话还带口音呢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枯燥乏味 但有时候也会为了一点小进步 欣喜若狂 我也很担心 在担心的时间 即便工作并不怎么用得到英语 未来也不是要成为一名翻译 但我觉得它可能慢慢 会成为我的一个小习惯 好让我的成年生活 不至于太乏味 因为有时候能陪一个人更久的 凭什么 有没有见识 但是某个习惯 刚才我在线学习的平台是Cambly 如果你也想试试 我有一个免费15分钟的课程推荐吗 F-X-X-E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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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